第五十七回 昨天說到 江玉郎走到床邊 一揭揭在蚊帳 嘩 床上居住一個絕色女人 事實上 江玉郎簡直一生都沒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 這個女人 面色雖然鐵青 江玉郎雖然明知他是死人 但是也一樣看到癡癡迷迷 小魚嘆了一口氣話 這個女人 在生的時候 不知有多少男人被他迷死 笑咪咪如果跟他比起來 簡直是醜八怪 我再不明白 他的屍身為何到現在都還沒 江玉郎接著說 這兩個人的死法和其他不同 他們中了一種 極其奇怪的毒 死死 這種毒性 竟然可以令到他們的屍體 不會負責 看來 他對自己的容容貌 真的很珍惜 怎樣 你的意思是說他自己自殺 誰要殺的 對呀 若 別人要殺他 就何苦找這麼珍貴的毒藥 你說得也有道理 看看這個男人 死了幾十年還這麼好氣概 生前必定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或者 他才是真正的主人也未定 嗯 他才會有這麼大的手筆 沒錯沒錯沒錯 約約約那五個人 都是被他殺死的 他自己是怎樣死的呢 他的妻子又怎會說要殺他呢 他跟那五個人又是甚麼關係呢 他為甚麼要花費那麼多人 人力物物力來建建造這個地下宮殿呢 他為甚麼要收得那麼密實呢 小魚聽他漏口得那麼緊要 問出這幾個問題 撫笑一聲他說 哼 這一運呀 被你問到我了 那各位 兩個人雖然都是絕頂聰明 但是 還是撈穿頭皮也想不出這個秘密 兩個人雙眼也不小 哼 誰都看不到枕頭邊還有一本《倦賊》 他們若看不到這本《倦賊》 就真是一世都不止以猜得出這個秘密呀 幸好 小魚一隻之就看到了 他翻開兩頁之後突然大叫說 哈哈哈哈 在這裏呀 所有秘密在這裏呀 淺黃色的《倦賊》 很受禮的字跡 顯然 是個女人的手筆 寫的 在床上這個絕色女人 一生淒涼悲慘離奇 幾乎令人難以相信的遭遇 他臨死前 寫下了這個地下宮殿的全部秘密 當然 他不是寫給小魚兒他們看的 也不是寫給任何人看的 他只不過臨死前 想將自己的心事傾訴傾訴下 或者 他死的時候 這裏的人 已經全部死了 於是 他唯有把心事對著紙筆默來講 上面寫著的就是 他的名字叫做方寧基 他的家本來就是江南望族 四代同堂 日子 本來過得很幸福很平靜 不過他自己 真的一點都沒有享受過這種日子 他四歲大的時候 跟著他娘親 去了蘇州那裏探親 等他回去的時候 他家裡佔地百畝那麼多的莊園 竟然就變成一片雅力 他們家裡大大小小三百多口人 已經被人殺到乾乾淨淨了 那麼仇人呢 當然要斬草除根 所以他跟他娘就開始逃命天涯 他雖然就沒有詳細寫出這一段的經歷 但是一定是充滿了辛酸和艱苦 在這段艱苦的日子裏面 他們出之就查了仇人是誰 這個人 就是歐陽廷 當世人結歐陽廷 他的仇人竟然就是當日江湖中 享譽最好的俠士 武功最強的高手之一 家財百萬的富豪來的 他兩母女孤苦伶仃 雖然都有些武功 但是如果想尋仇 就等於以戀擊石 他娘見到報仇無望 就說了 悲憤之下 卻之一病不起 那麼三年之後 方寧基 竟然切法嫁給他的仇人 他只有用他的絕世美貌 作為他報仇的武器 但是歐陽廷乃是一代人結 畢竟不是容易被暗算 於是他唯有忍受著屈辱和悲憤 苦苦等待著復仇的機會 誰知還有一件不幸 就是歐陽廷竟然有個最可怕的習慣 永遠不跟任何人睡在一起 雖然做了他老婆 竟然也不知道他究竟睡在哪裡 看到這裏 笑如而望一望那個胡蘇佬 嗯 不用審 這個就是歐陽廷 相信各位聽眾朋友聽到這裏 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歐陽廷 在人世間既然享有 那麼好的名譽 那麼好的地位 為什麼又要建造這個地下宮殿呢 是什麼事 會令到他寧願過這種 暗無天日的日子呢 原來 歐陽廷為了建造這個地下宮殿 可以說是廢盡心血 一年之中 總有三個月的時間 他要什麼都不做來這裏督工 然後 他就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 竟然將當時武林中武功最高的五位高手 就騙到這裏 說服了他們 要他們創造出一套驚天動地空前絕後的武功 他說 這套武功流傳後世 你們就可以名留千古了 千古留明這句說話 果然 就打動了這五大高手心 他們合五個人的智慧和經驗 就共同探索武功中最深奧的秘密 但是他們怎麼都想不到 他們成功的日子 就是他們的死期 還有 歐陽廷到了這個地下宮殿之後 就不一個人睡了 此因他對方寧基已經絲毫無懷疑 他怎麼都想不到方寧基竟然是他的仇人 但是方寧基雖然有機會落手 但是還是要等 事恩 又因為歐陽廷還有一個野心 在武林的記載和江湖的傳說之中 古往今來 雖然有不少青紅一時的英雄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的武功能夠真是橫掃天下 所以 就要做這個空前絕後震骨得金的英雄 只可惜 被江湖人稱為天地五絕的五位高手 竟然就成為滿足他野心的犧牲品 因為這五個人都有弱點 而握著人家的弱點 就是歐陽廷最擅長的事例 這五個人 也都絕對想不到他的奸詐和陰謀 只因為 歐陽廷是天下有名 慷慨豪爽的 他早就計劃要殺他們 但是歐陽廷的獨計從來都是天衣無縫 如果抓不到他的證據 方寧基也不敢輕舉妄動 今天一直 等到他功成之日 眼看著他就要達到前無古人成功的巔峰 方寧基 才跟他一起共飲一杯毒酒 好了各位 相信大家都知道 原來這個地下宮殿在錦德來的 笑如兒拿著那本卷冊 看到眼濕濕 突然 就把這本卷冊遠遠拼了出去 他看著歐陽廷的屍體說 他殺了天地五絕 只是想跟他愛妻共飲一杯慶功酒 怎知這杯慶功酒 是杯毒酒來 真是有趣 真是有趣 江玉郎嘆了一口氣 他說 這個方寧基 都算 厲害了 不過 他既然報了血海深仇 為什麼 又要陪他的仇人死呢 小魚伸了懶腰 然後說 我早就說過 女人心海底針 誰有浪費心機去猜女人的心事呢 就是天下最蠢最蠢的人 我問你 這個方寧基 殺了他之後 心裏面肯定是很痛苦 就唯有陪他死 因為他自己是沒法子一個人活下去 這個方寧基 和歐陽庭 就真是刺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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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刀 和吳王 各國受家恨 和心情口口愛 我問你 到底是哪頭重呢 真的怕很少有人能分得開 小魚伸看著他 突然笑起來 有時我真是奇怪 都不知道你究竟是男人 這位女人 你不知道我究竟是男還是女 是啊 有時你心狠手辣陸 親不認 但有時你又突然會變得多仇善感 男人好少這樣的 只有女人的心才會變得那麼快那麼多 若不是我親耳聽到笑咪咪叫你做色彩 我真的以為你是女扮男裝 怎知就在這時 突然之間聽到有個人嬌的地說 沒錯 我可以為他證明 他全身上下 每一分每一串 都是男人來的 哎呀 這把這麼嬌眉的聲音 除了笑咪咪還有誰呀 小魚立刻骨都被埋 正想說轉身呀 覺得後尾枕呀 有個沾沾 涼涼涼涼的東西頂住了 笑咪咪說了 柔涼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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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過了來 是啦是啦 來啦來啦 嗯 這樣才是乖仔嘛 轉身啦 和他並排站好啦 小魚兒只是希望江玉郎不要太乖 只是希望他稍微有些反抗 那小魚兒就可以把袋裡的五毒天水拿出來 啊 怎知那個死人江玉郎片片就好乖 搭頭搭腦地走過來 小魚猛地和他打眼色 他好像看不到那樣 小魚生氣到不得了 但又沒辦法啦 你說一個人被人用短劍頂著的後尾枕 你整肚子都沒用的啦 但他沒有灰心 他還在等待機會 只要他有機會掩出那瓶天水或者針桶 小咪咪就玩完了 唉 怎知世事的東西 真是一物字一物糯米字木塞的 小咪咪突然伸手過來 就把小魚兒袋裡的東西全部掩走 然後笑著說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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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唉,現在我就慘了 哎呀,你不算很慘 暫時我還不會殺你 她突然把小魚的右手 和江玉郎的左手拉在一起,笑著說 你們是好朋友,先拉拉手 小魚覺得江玉郎的手真是冰冷 不停地震,整個手都是冷汗 其實她自己的手又何嘗不是這樣 只聽見一聲,兩個人的手上突然多了一副手銬 又黑又重,把兩個人靠在一起 笑蜜蜜有趣 哎呀,走到她們的面前 嘻,嚎嘶,凳督,笑蜜蜜對著她們說 嘻嘻,嘻嘻,你們真是好朋友 好啦,生要生在一起,死又要在一起 哪個都不知再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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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她說 現在,我真是寧願她是女人 哎呀,我很喜歡你 我很喜歡你這種時候還說得出笑話 世上都怕沒有幾個人學像你這樣 江玉郎就說 你…你…你…你怎麼會來的 對了各位 蜜蜜蜜蜜蜜怎麼會來的呢 那麼原來啊 蜜蜜蜜是刻意做成一個要焗死她們這樣的焗 就令到她們不會再防備了 然後就暗中注意她們的動靜 所以才會來到這裡 那麼蜜蜜蜜就踏好她們之後 開始去看看這間屋的東西了 她將這裡每一間屋都仔細細地搜查一次 嘩,那種仔細的程度 好像一個妒忌的妻子搜查她丈夫的荷包那樣 那麼最後呢 就被她找到了淡黃色的眷冊 那麼當然 也就是那五大高手用心血寫成那一本 她將這個眷冊 貼著臉子一連咳了很多口 高興到不得了 她說 心幹啊心幹 有了你啊我還怕什麼 天下 今後天下武林第一高手是誰 你們知道嗎 就是我 就是我蕭姑娘啊 哈哈哈哈哈哈 江玉郎看著她手上的眷冊 幾乎生氣得要噴火不交官 笑臉臉摸摸她臉笑著說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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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起來 我真的要感激你們 若不是你們 我怎會找到她啊 她好輕盈頭 旺轉身 看起來 嘻嘻唻嘻 真的好似輕了十幾歲 worsh ап 她說 現在?你們跟我帶路 每個地方我都去看看 這些東西是上天賜給我的 我不要也對不起上天 其實笑咪咪都想不到 上天賜給她的東西真的會有那麼多 她簡直眼花瞭亂 她真的每間密室都看了一次 然後她看著小魚兒和江玉郎 看得很溫柔,笑得很甜蜜 她說 兩個乖豬 你們知不知道我為什麼直到現在都沒殺你們? 小魚兒的眼睛看著那封泥牆 似乎沒聽到她說話 江玉郎臉色都白了 根本說不出話 笑咪咪又試話 老實告訴你 叫我一個人在這種地方周圍走 很害怕 所以 我便要留下你們來陪我 不過現在 你們的任務完成了 各位 他們的任務完成了 小咪咪殺不殺他們呢? 早安 小咪咪殺不殺 小咪咪殺不殺